虽然中原指数在今个星期五上升0.34%,但仍然比我预期少,上星期五中原指数下跌1.24%,物业代理界人士安慰大家,表示指数博无先兆下跌,只属于大涨小回,稍微整固之后,楼价又会再度上升。 我不敢反驳他们的言论,因为他们有齐所有楼宇成交资料。如果今天大多数住宅都市已高价成交,两个星期之后中原指数就一定会上升。 但在上星期五的公布,是反映两个星期前的楼宇成交价格。换句话说,当时的楼价是下跌。 但我从各份报章报道以及业界有关人士表示,楼价是已不会回头息上升。今次大跌1.24%,我感觉上可能是守闻之误。 或者是主持人放假,接手的人掌握不到当中巧妙,令到指数突然大跌。 不过,这只是我的揣测,绝对不能作准。至于楼价会不会再整固后回升。我认为取决于地产商的推盘数量。 如果可以如地产商所说,在6月份有14个新楼盘,超过5000个单位供应。 我相信二手楼楼价未必可以回升,因为新楼将会吸干购买力。 二手楼业主若不减价,打算买楼的人就会转买新楼。就算他们没有这个打算。 物业代理都会游说他们。更何况买新楼要付的首期比二手楼少得多。 不过,也会有人说二手楼业主的持货能力与地产商同样强劲。 不到价可以不卖。其实,卖楼的二手楼业主基本上向外界公布他们必须要卖楼。 否则,在现在情况,楼价不断上升,卖楼之后不但要付出更多财可以买回商约的住宅单位。 更加要付高昂辣招税。没有必要一定不会卖楼。买家知道卖楼的业主一定要卖。 怎会不挫价?楼市之后走势是升是跌。大家应该心理有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